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寻法安心赌试会 每天为您分享寻法相心得 今天的主题是 因缘屈果得不退转 第1373集 我是为字 经文 而时世尊是八十万亿 那由他诸菩萨摩河沙 是诸菩萨皆是二维悦字 转不退法轮得诸托罗尼 而时是指耶稣托罗比丘尼 发他的寺院之后 因为从五百阿罗汉德寿记者 一直到八千学无学 这些比丘 一直到摩河波舍波提比丘尼 还有六千比丘尼众跟耶稣托罗 他们的发愿都是要到他方国土 去弘扬法华弘扬大法 那世尊他怎么处理呢 他就看着 是 用眼睛看 看着八十万亿 那而他诸菩萨摩沙 这么多这么多的菩萨 都是什么 二维悦字就 二维悦字就不退转 那不退转 修道不退转 就能够转不退转法轮 而且他得到很多陀伦尼 陀伦尼就种词了 可以种一切法 词一切善 遮一切恶 那这个得了很多这个法水 可以说法 说法无碍 就到哪里去说法都不害怕 那这个是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菩萨 那这里面比较妙的就是说 八十万亿纳由他 大家想想看 这有多少 我们如果用想象 比如说场地好了 这个灵鳩山上法会上 能够容纳得下这么多吗 那上人他有一个解释 就是说 这可以解释成 世尊他心里所期待的 他所期待的 有这么多的这个 无量术的菩萨摩沙 都要能够转不退转法的 才可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但后面我们会看到 这八十万亿纳由他 诸菩萨摩沙 意思就是说 这个 佛陀所画的 所教化 画出来 你看 这个之前在剑包他品 不是有法法归位吗 这分身佛 那些菩萨也都是分身佛 这样 所以 由 这个佛陀所教化 不管在 他方国土 或是在娑婆世界 所教化的 的确可以有这么多 这么多的菩萨 好 我们来看 上人的手札 而为悦志不退转 心安住 在不生命 屈果成佛道之意 是菩萨行因 原句 经一大 而称其结 常识 无疑 无间修 自此为 得不退转 入种词 得一切法 那今天 最重要的文 就是 这个 你要知道什么叫 二维悦志 二维悦志就不退转 转不退转 另外一个 你也要懂 陀罗尼 陀罗尼之前 讲过的种词 所以今天 最重要的是 把二维悦志弄懂 还有佛陀讲 这段话的用意 这个 也要 把它弄懂 佛陀正式 没有讲话 他只是看着 看着这些 菩萨 那这些菩萨 在 接下来的经文 会有动作 明天再来看 我们来看上人这段 手札 八分四段 其实他当然是一起的 他还是 一样还是修菩萨行的一个过程 那你修菩萨行 就是要怎么样 就是 要修到 恩维悦志 甚至最后修到成佛 对不对 成佛之前 你要能够说法 说法就要什么 能够到 转不退转法轮 这样 心安住在不生灭 那这时候就已经到 不退转了 那你屈果成佛 这个 能够走这个菩萨行音 就六度万行的 的行音 都能够圆满俱处 那你就会 成佛 那要修多久 要修很久 那最少要 我们不是说成佛 要三大二称其节 当然有时候看你的精进程度 至少要 历经一大二称其节 等等 这也是形容长时间 所以就有四修 学佛就要四修 长时修 无一修 无间修 还有恭敬修 那这个 或尊重修 这个四修 那四修代表 就经过长时间 而且方法正确 方向正确 这个没有遗漏 这个无间断 而且用恭敬心的 心来修 这样就对了 所以到 到了这个不退转 的位 就是二维也之地 这个位 他就可以 入 总词门 得一切法 就是总一切法 此一切善 因为这些陀螺尼都有了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那我们来看上人中间有一段 快结束了 这已经是类似结语之前的一小段开始 我们时时都是在为人群付出 虽然辛苦 为了行菩萨道 为了学佛要成佛 所以我们的心绝不退转 不要说到阿维也之地才不退转 我们这个修行过程一定要不退转 我常常遇到说 有时候演艺啊 光是演艺有点累就要退转了 或是寻法寻法有点累就退转了 或是受训 培训培训有点累就退转 还蛮多的 就是说 不是蛮多了 有一些了 所以要有更多不退转的菩萨 那我们要修到 那不退转就叫阿维也之 所以这样的一个阶段 这样的一个修炼一定要修好 就是心要安住在不生灭 我们知道 无诸相约空啊 无生灭就约急 其实心里就是要很寂静啊 这些 心要安住在不生灭 念头要顾好 当然从守好留根本开始等等这些 这些都要修 所以我们才能够渐渐地一直精进 因缘果海 趋向了成佛的道路 所以因缘趋果 在过去也一直一直讲 讲过了 这就是菩萨要走的路 就是这样 这是上人开示的一段重点 总而言之 这也是菩萨 菩萨因行的一个阶段 所以佛陀他很期待 大家都能够 这个 就像这些大菩萨 这些菩萨 他都能够什么 四诸菩萨皆是二维越子 转不退法轮 能得诸陀罗尼 这是佛陀内心深刻的期待 好 来看今日文法心得 二维越子 意我们的意思就叫做不退转 不退转 我们心安住在不生灭 这是第一个要学的 第二个 学佛目标就是成佛 这个过程一定要入人群行菩萨道 这讲过很多遍 因为我本来要先拉第三点 第三点要搭配第二点 那这样去身体力行 就是在菩萨道中 你要去身体力行 去拨种子 一直种子粒粒都发芽 成树 大树 开花结果 那这个第三点 为什么要再录下 昨天我的图 也就是用这个 从一颗种子到发芽 到茁壮 然后成为一个苗 茁壮了 然后变成一个小树 变大树 开花结果 是不是这样 其实这个就是 你不善种子 骗公的天 这些菩提种子 历历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要走这个过程 那我们要很戒慎 要很重视 这些因缘果报观 我们的真如本性 真理永远都在开头都有 就是在古时节以前 就是化成玉品 大通至圣佛 这个跟我们讲的 这个道理就是在这里 这个以前 在化成玉品都讲很久 我们一心一致 就是这样行在菩萨道上 像上人为佛教 为众生 他就是一心一致 就是我们要学佛 佛心师字 要学上人 这样一心一致 行在菩萨道上就对了 好来看上人的开示 二维悦志 义我们的意思 就叫做不退转 不退转 我们的心就安住在不生命 就是一心向道 坚定道心不退转 这样 那用智慧来选择 人生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我们要有信仰 方向要正确 那正确的就勇往直前 对的事做就对了 所以心就安住 安住在哪里 安住在菩萨道啊 那这样的话 就能够不生命 真正的安住就不生命了 因为你的念 只有一个念啊 只有一个善念啊 只有一个成佛的念啊 就这样 所以就可以屈果成佛道 那这样就对了 那菩萨道一心向前 行因缘距 这个菩萨行 一直修一直修 修到这个 因缘果满 这样缘距为止 那就是最近常说的 这个菩萨的六度万行 那行因缘距 这样的 或是行因屈果 屈果就是佛果 它就接近佛果了 屈就是一个接近 就是你有做 然后越来越接近 这样 就像目标越来越接近 因为学佛啊 学佛的目标是成佛 那过程一定要入人群 去行菩萨道 那众生有很多烦恼嘛 很多痛苦 疾苦 然后就要拔除它的苦痛 对不对 那去解除众生的烦恼 就像我们这个 不管透过说法传法 透过信仰讲学经 透过访试 透过种种 这些四大八法 上文教我们的 就来做 就可以来度众生 这样 那怎样去拔除众生的苦呢 上来的开 开辟的四大八法 这菩萨道的路 慈激宗门 进尸法外给我们走 那这些就是菩萨道 那总归在六度万行里面啊 要用众生所需要的 去身体力行 去播种 一直到这个 粒粒种子 发芽 陈树 小树到大树 开花到结果 这样就对了 所以 这是整个新菩萨道的理论 是这样 那中间要经过 蛮长的时间的 积功累得 那这个就是要一直这样做 就对了 那所以 这样做待会就搭配四修嘛 那这菩萨道在人间 人间是一个气势间啊 气势间就会有沉住坏空啊 那你的心里就会有深住一面 各种念头 这样起起伏伏 对不对 可菩萨心 我们的道业要顾好啊 对不对 一定要住 住在自己的信心 顾好自己的念心 对不对 那 不要说这个 灭 生诸一灭 一下就灭掉了 因为这信心灭掉就退转了 很多人会退转 就是他没信心 信心不够坚定 这样 那 我们既然生起信心来 就 知道我们有正如本性 我们可以成佛 那 原来我们都是可以 无生无灭 无始无终 这个本来本具的这个佛性 要把它开发出来 是不是 你要能够见明心见性啊 这样 那我们这个 已经具足了真如本性 你如果能够体会到 而且相信 而且有去做 过程当中 不断的去除自己的无名烦恼 妄想之作 那也不断的去付出 不断的行菩萨道 不断的度众生 这样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真理啊 这就是道理 就对了 那 真如本性在天地万物 都一样了 那我们要去了解 要去体会 真理是不生不灭的 可是气势间会有 沉住坏空啊 就像地球现在 四大不挑啊 现在 大家越来越感受到 这个 那我们的真如本性 存在哪里 对不对 其实从很久很久 无始结以前 就有了 那这里为什么把它划线 因为上来 以前常常说 上来教我们时间空间的人之间 那我说这个时间空间的人之间 藏着 蕴藏着修行的密码 那这里 这整段 上来讲的很微妙 大家去体会 我再念一遍 我们的真如本性 真理 永远 都是开头都有 是借时间 借空间 人间 我们深深事实这样 看能否了解透彻 那个奥秘的真理 我们深入体会 这是讲什么 我们的真如本性 从大通至圣佛 成典前以前就有了 这是第一个 这是要懂 第二个 原来时间空间 我今天最有感触的是戒字 原来这只是一个过程 我们常说戒甲修真 对不对 像我们的人生四大甲合而成 地水火风四大甲合而成 好 借着时间 借着空间 借着人间 来修行 所以今天 对那个上来 原来时间空间 人间 都是什么 因为最后都是空 诸法本来是空集 对不对 那我们要体会这个真空妙有 原来这个也都是真空 在真空里面 那我们可不可以体会到这个真空妙有的道理 大家真的要用心去体会 我是体会蛮久的 也许这个根气不够力 但是你要用心 就是用心去体会 有一天你就会慧礼 入道 因为这就是我们修行的目标 对于真实的道理 就体会越来越深 那入菩萨道 也就入得越来越深 信心就越来越坚定 那就到哪里 就到不退转啊 就儿为悦之地就到了 这样不是很棒吗 希望大家都一起来慧礼 这是我们修行的目标 所以我们既然有信就是要住 住在哪里 住儿为悦之地不退转啊 这样安住 那没有生住易灭 我们的心没有起灭 因为刚才讲 无诸相就是空 诸法本来是空集嘛 那无生灭无起灭就是集啦 所以他其实这些道理就是说 你如果知道空 诸法信空的道理 还有知道这些极灭的道理 像我今天分享这个 无量依法随受 那时候就提到 诸法本来是空集 要修极灭法 要学常不清菩萨 对不对 他有得到这个大善极力 他大善极力等等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修行 一心一智就是行在菩萨道上 要用感恩尊重来去对待每个人 试每个人都是我们的善知识 试每个人都是未来佛 对他要恭敬 对不对 有恭敬的心 因为你要常识修 无坚修 无疑修 还要恭敬修啊 恭敬修或叫尊重修是一样的 就是要恭敬的心 对法 对人 对佛 都是要这样 那这个长时间 将法成为我们生命的一大因缘 等等 那既然来人间 不用记时间有长短 时间长短不重要啊 你在人的一生 我们的一生 也能发挥你生命的价值 不是说 这个死有青鱼红毛有重于泰山 以前学 在读书的时候都学这个 一样的 佛家的意思也是一样 你有法有入心 你有慧命有成长 对不对 那不用计较时间的长短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就空过十日啊 像说 你没有慧命成长的时间 有跟没有一样 对不对 要有慧命成长 有法 你有付出 有慧命成长的时间 才是你真正的生命 这个时间才有意义 才有价值 我们对的是 做就对了 就是真理 我们追求就对了 好 来看世修 世修就是长时修 无虞修 无坚修 尊重修 那 长时修大家懂 就是要很长很长时间 不要说 三天打野两天赛王 就不是无坚修 无坚修就是没有间断 常时修就是好 我就是好 三大阿僧其节也没关系 我就是继续走下去 生生世世 这都OK 那无虞修就是说 我该学的 一样都不放过 都没有漏掉 无虞修 那无坚修呢 没有间断 尊重修就是用尊重 恭敬的心 来面对佛 面对身 跟面对世间的人事物 都是 因为人事物 法都在人事物中 所以 这个 一定要尊重修 来看 这个 昨天的文 而时 魔后波斯尔波提比丘尼 及耶稣陀罗比丘尼 并其眷属 皆他欢喜得未曾有 及佛前 而说济言 世尊导师 安稳天能 我等文迹 心安俱处 朱比丘尼 说是既以伯佛言 世尊 我等亦能 于他方国土 广宣此经 这是昨天的文 来看今天的文 而时世尊 是八十万亿 那由他 诸菩萨摩萨 这种菩萨皆是 二维悦志 转不退法伦 得诸陀罗尼 来看上人的开示跟解释 那这一段文就说 这个 我们看一下上人的开示 佛陀用眼光来看 再会有多少 这个八十万亿 那尔他菩萨摩萨 哇 有这么多菩萨 菩萨摩萨 大菩萨 八十万亿 那尔他 那尔他已经是 无量数的 前面加个八十万亿 对不对 小巨蛋才能容纳多少人 有时候几万人 就了不起了 有些这种场所 那你看这个八十万亿 那尔他 什么样的大空间 这边可以容纳这么多人呢 其实佛陀所期盼的是 无量无数的菩萨 这里是指 无量无数的菩萨 希望无量无数的菩萨 都是不退转的菩萨了 而十 世尊是八十万亿那尔他 诸菩萨摩萨 世尊此眼 遍世会中所画的地子诸大菩萨 所以这些 这么多八十万亿那尔他 诸菩萨摩萨 是从世尊的此眼 此眼是众生 伏聚还无量 的世尊的眼中所看到的 因为他所画度 这些地子竟然得了这么多法 那当然有这么多的分身啊 法的分身等等 所画的菩萨 这个地子诸大菩萨 所以上人这边就开示了 所以健保他品不是讲吗 这些所听的法 一句都没有漏掉 赶紧回顾回忆回来 法法归位 把这些法心得都归位 这样当然就有很多了 这个百千万亿都有 所以这个八十万亿 那有他就会有了 所以同样的道理 这个佛陀的真理 他讲出去 那大家就是比如说 这些地子吸收进去啦 化身佛啦 受到佛法 自然就化 要把这法化掉 化掉就什么 就进入你的心 对不对 融纳在人人的心里啊 化在每个人的心地里 所以在场地子 如果用这种角度去算 每个人 我问你 我们每个人心中这些法 你看那个华儿经就 有六万多字啊 无量义经华儿经 而且这些 这每一个法 谁都可以一生无量啊 那这样画下来 不得了 这个大家算数算一算 就有了 就 的确有这么多 所以这些发心的地子 每个人心怀无量数的法 应该转小圣 为大圣法 法都在 都很清楚 都在心里啊 所以 用这样解释就通了 要不然 要不然就不通啊 你看光是 这八十万一那儿他 菩萨摩萨 怎么装得下 对不对 哪一个场地装得下 结果果然装在脑里面 像现在那个 现在的硬碟 现在的手机啊 现在的那个CPU 现在的晶片 哇 一个小小晶片 是不是所有法都装在里面啊 以前一个硬碟 可能装个几十Mb就了不起 后来到几百Mb 后来到多少G 后来到多少T 现在不知道到多少多少了 等等 所以都可以放进去 放在哪里 放在心里啊 法陆心啊 这样 这很妙的一个解释啊 以牧师者观诸菩萨 未当亚圣 道悦小贤 人方才足以圣任大道 勤修守志奉道 体佛心怀 应佛目人持经 而愿自鉴 其实佛陀从这个法师品开始就 为法目人啊 对不对 大家要来说法 要来当法师啊 持经啊 所以你们要自我推荐 说我愿意 我愿意在说佛国土啊 对不对 转法来说法 是不是这样 所以他看看看看这些菩萨 这些菩萨啊 就是你们都可以已经接近到 到圣人的位 亚圣就是比圣人位差一点 冠军跟亚军 他是亚军啊 道悦小贤 小贤就是你 已经小圣 小圣应该毕业了啊 小圣 修小圣修到一个程度 就有小圣的这个 贤人的位跟圣人的位 像那个 虚土含 斯土含 阿罗汉 阿罗汉 就已经是小圣的圣人位 不过在这里都归到 这个小贤 就是你这个 四国之前的啊 包括四国 这些你都要超越了 现在进入大圣 你进入大圣才可以 方才足以 升任大道啊 对不对 然后守治风道 这样 所以就要来弘扬大法 这个 那所以这就是 刚刚讲啊 这个 这些菩萨 用在佛陀眼里 是不是 小贤就是小圣 修小圣法 我刚才讲 像今天我本来要把那个 小圣跟大圣的 这个 贤圣位的区分 再把它拉出来 或者想说 今天资料已经太多 今天截图已经很多了 所以这个就不讲 以前有讲过了 大家有时候用心再去看 上来也没讲嘛 因为今天讲的 待会儿有贤跟圣的字卡 可是它是用大圣的 这个观点来分的 那我们今天学的这个法 当然要学大圣 就是这样 那我们要说法传法 你要身体力行 道性坚固 才能度化众生 要有这样的经验 又愿意发心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在学管理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一样 在度人 你自己 对不对 在领众 对不对 度人 要同理大众一切无爱 你要有这样的经验 又愿意发心 对不对 未来接受这个法 一定要有这样的能力 才有办法担当 这样的词经传法 这大圣道 才有办法来承担 所以 应佛 我啊 响应佛陀 因为法来劝慕人人 劝佑人人 发大心 立大愿来此 身体力行 受此这部经 这样 这样就对了 佛陀派问他们 有人愿意响应吗 你要自己发愿啊 我愿意啊 现在 露金藏武士 大概有一句很有名 的这个话 就是我愿意 那我愿意什么 我愿意承担啊 我愿意承担在说佛世界 说法传法 我愿意做人间菩萨 这个对的事 我都要做啊 只要对人 对众生有利的 我都去做 这样 那不是佛陀来点人啊 而是要有人 愿意来自我推荐 这佛陀的期待 佛陀的期待 佑竹比丘发心者 多舍此人土 而许愿往他土弘教 此乃不合圣意 故侍诸菩萨令其发愿啊 所以 这个真的是很妙的文啊 就是说 这个 我刚才开头有讲了 从五百阿鲁汉开始 到 这些耶稣陀罗比丘尼啊 全部都是 不管比丘比丘尼 全部都要舍这个人土 人土就 娑婆世界 看人的娑婆世界 通通许愿 要到他方国土去弘教 不合圣意 就当然 佛陀一定不是这样想的 对不对 你们应该要发愿 留下来啊 所以佛陀就看着他们 看着这些他们或所有的菩萨 包括这些 之前发愿的人也好 还有其他以前他教化的这些弟子也好 全部看着 希望你们来发愿 这样 其实这些佛陀继续在说法 继续在教化 弟子 教化众生 这样 所以佛陀的心意是期待的人 不怕辛苦 人人要真正愿意入 堪冷世界来啊 就这么简单 一件事 可是其实你看 哇 这个也是要度很久 对啊 对啊 安住愿力广进佛国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佛陀的心意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都能够安住愿力广进佛国 然后就以这堪冷世界 来作为度化众生的地方 林极亚圣为菩萨内怀卑制与佛相等 而实质因行彼佛烈训一仇者称为等觉未达无上 这个林极亚圣就是说 亚圣就是说 你这个比圣就是还差一点点 但是已经接近了 林极就是极靠近非常靠近 菩萨都内怀卑制啊 一样啊 佛陀也有卑制 菩萨也有卑制 这大家都相等 就跟你有正路本性 佛陀也有正路本性 大家都可以成佛一样 而实质因行 当然在这个因行果满上面 还比佛陀差一点 这一点可能也是蛮多点 那差一点点的人就等觉了 因为等觉菩萨已经到51个位阶了 因为实地菩萨就是41到50嘛 你从欢喜地到法阴第50位了 等觉菩萨是51位的 佛第52位就成佛了 这个妙觉 所以他这个等觉菩萨 纵使你修到等觉 不管你在欢喜地还是在法阴地 还是在等觉的位阶 但是都还没有达到最上 无上就是妙觉了 就是佛了 就没有比你更高的 这样 所以等觉又称等正觉 接近了 这里的等正觉 等就是有点接近了 还有上是 因为你上面还有一个位阶 不是无上是 一身补促 这个你再修 再修一身 这个就有机会成佛了 等等 凌吉亚圣 就已经非常非常靠近 这个佛陀的圣人位了 所以但是但是还没到 就这样 那贤啊 贤证物真理的人叫做圣 比起无上正等正觉 烈讯一筹者称之为贤 所以我刚才讲说 这里都是用这个大圣的角度 在看这个圣贤位 小圣的角度的圣贤位比较好懂 但是我们现在就都要超越掉了 我们直接看这个 就是用这个菩萨道大圣的角度来看圣贤位 你如果已经证物真理 成佛了 这就叫圣 那比起无上正等正觉还逊了 在成佛之前 你已经是在修菩萨道了 就可以成为贤 这样 我们先理解这样就可以了 是诸菩萨皆是二维悦志 此云不退转 二维悦志不退转 不退转成佛进入之意 是菩萨皆为之名 所以你到二维悦志地 就是修到一个程度 你就不退转 这样 这个不管是八地菩萨或几地菩萨 你就修到不退转 那你反正你能够对的事情做就对了 那你能够长时修 无于修 无间修 公信修 这样就可以到不退 继续修下去 就不退转 还可以得陀伦理 转不退法轮 菩萨自助不退转地 阿皮拔字者 阿皮拔字就跟二维悦志一样 那不同的翻译了 阿字就是无 就没有的意思 那这个 这个皮拔字就是退转 就没退转 所以阿维悦志说阿皮拔字 因为不同时期 这种泛语的翻译 这个发音有时候 就像我们现在 翻国外的国名 英文名也会有不同 这个一样 现在翻译这些泛语的时候 这个也会有不同的翻译 可他意思是一样 就是不退转 复转不退无上法轮 就是不退 那上人在这一段 他举了三个例子 一开始 最后把它弄好了 就想说上人今天 没有举例子 其实是有啦 只是那时候听很快 我记得中间有举 没有举这个 这个实际人的例子 今天举的是菩萨的例子 因为不退转菩萨 上人就举了 然后在弗洛纳 弗洛纳弥多多尼子 这样的例子 还举着龙女跟文书斯利菩萨 那这一段画 左边是弗洛纳的雕像 那中间是龙女 龙女成佛 还有这个文书斯利菩萨 文书斯利菩萨 有没有他的这个 他的座起 就是那个 这个青丝有没有这样 那这个看 那这一段画 不退转的 比较白话的开示 这上人讲的是 针对弗洛纳那一段 弗洛纳有时候他发愿 到南方去传法 那边的人刚强难度 然后可是他都不怕 不管被骂啦 被打啦 甚至被杀啦 或是这个取你的性命 他都不害怕 他说这种付出无所求 受尽了苦难折磨 损身体损命 他都不怕再讲谁 讲弗洛纳 这种沉沉处处 就是抱着感恩心在修行 这就是在比丘群中的菩萨不退转 这大家都了解 所以不退法轮 能够去转不退转的法轮 所以大家就要做到这样 做到这样不止弗洛纳 你只要做到这样 就是二维悦士 就是不退转的菩萨 得诸陀罗尼 此云总一切法 此一切善 此云总一切法 是诸菩萨得此三昧 总皆色慈 互善之恶 得到很多很多的陀罗尼 陀罗尼就是总死 就可以总一切法 此一切善 遮一切恶 对不对 那这个 他可以是一个法随 那也可以说是一个三昧 那这个 就是什么 总皆色慈 互善之恶 都可以做到 犯以陀罗尼 华言是什么 能词 可以是种词 可以是能词 又言总词 为菩萨能词诸善法 令不善不思 又言总词 能词善不思 持恶不生 四名陀罗尼 这个大家要用心把它记起来 也要能够做到 所以 这刚才都讲过了 我们心跳安住 不生不灭 上人帮我们做总绝 我们才能够 渐渐的一直精进 因缘果海 去向了成佛的道路 所以因缘曲果 在过去也一直讲过了 就是菩萨要走的路 那这个 世修 要搭配世修 在日常生活中 常时修 无疑修 无间修 尊重修 在人间日日精进 自然我们可以维持一切法 断一切恶 慈善 断恶 在这个不退转的位置 就是这样 和佛就越来越接近了 当然要长时间 所以你看 上人解释这个 不退转法轮 他搭配什么 搭配世修 搭配陀罗尼 就是总一切 总一切法 慈一切善等等 还有搭配这个世修 这样的话 一直修一直修 因为你到了二维一字地 就接近佛不远 这样 整个要好好修 那最后一个结语 我也蛮有感触的 总而言之 不要找借口 该做的事情在手边 该度的人在身边 在这个究竟 能够做的事 能够付出 就把握现在时间做就对了 像今天 刚好华和新疆读书 我今天有分享 无量依法学诵的第二部分 我负责讲说法品跟实功德品 那其实蛮多的 那就承担 这个本来是别人承担的 可是刚好 其他的菩萨没空 就把它承担起来 还有 本来昨天也有另外一位师姐找我 承担另外一件事 一开始本来想要找借口 把它推掉 可是后来想一想 转念 就是这样 该做的事就在手边 该度的人就在身边 然后该做的事 我们能够付出 就赶快把我时间做就对了 那我昨天就答应 还好昨天有答应 上来今天就讲这个 这样我就心比较安 昨天如果找个借口把它推掉了 就应该很忏悔 还好没有退掉 就后来有承担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 愿做上人的助教 广传静思妙的话 感恩